很多人都说我俩出酒味 说一会儿一点都不想轻驴 反正想着在一块儿凑合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其实我俩关系也很好 我对他吧也不闪于比较大 但是他总是能照顾我的心情 虽然俩说话客客气气的 但是我俩都是可认可对方 我也知道我俩啥情况 别人家都是团团园园的 我家是分家 我也知道我妈是傻业的人 消失之后吧就想着不这事就行 但是现在就抱着一个目的 那就是不能给他一样 不能守他的影响 我要豁出自己的样子来 与伦你也别说 我就看上你这点了你知不知道 我这件事还心善 所以我想对你好点 哎呀我就是因为对我好猛 所以我也更珍惜现在咱俩的关系 是的 咱俩说好咱俩做懂了 嗯 没什么妈想着灵羊的事 我都感觉可愧疚 所以老是给他说话都消心意义的 酒配法我也说错了 才让大家误会 大家能放心 感谢大家的对人家的祝福 结婚的事也是在赏量 我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是吧 肯定会越来越好 我也会到时候加倍挣钱的 以前有点谈完 不过现在也不会了 可能是遇见你了吧 该变了 准备挡了两块的时候 我看你过来玩玩 你这可带劲啊 就是 这就是过来两块的 不过来这工作也不能就是天天干 还该学还得学的 是的 对啊 我看你视频说 咱大爷他们回来了 对啊 结果已经到家聊了 中官那就这两天 啥时候我给你走过去 哎呀 不用 不用嫩着急啊 他们哥家也待一阵子这里 啥时候去说都行 中官 对啊 结果跟你说那些 你也比想嫩多都不知道 嗯 然后你在我这收拾啥会吧 我也不会介意的 而且还有这么多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对咱们喜欢 咱也不能辜负他们的气派啊 是不是 嗯 是啊 哦 哈哈 谢谢观看